一连集团创办人林毅首今天北上招商 他已向美国南部的州政府提出投资建厂的要求 马上就得到了良好的回应 预计在美国投资新台币500亿元 从事钢铁上游产业 并且希望能够在今年底之前完成签约 一连集团赤资新台币370亿元 在高雄市中心建制及购物 商办经贸园区与议题的建案异想天地 一连集团创办人林毅首 22日率领旗下团队来台北招商 林毅首在致辞时却语出惊人的表示 一连准备要赴美设钢铁厂 两个礼拜前我们向美国 其实说我们想要去投资钢铁厂内 他一个礼拜前 经过一个礼拜 超一个礼拜一个多礼拜 叫我们要提供 我们需求的土地 林毅首表示钢铁产业是一连集团的基础产业 十年前在台湾环平卡关后 就西境中国设立钢铁厂 但现在西境已经饱和 南向发展也有困难 刚好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 大力鼓吹基础建设 同时给予企业减税优惠 是前往投资的好机会 他提供一块土地600公顷 600公顷 有电有水有气都有 现在我们要安排去看 第一期是应该五六百亿了 林毅首说 美方效率相当快 已经要求公司提出土地水电等需求数据 集团近期会先派人赴美考察 初步预计投资新台币500亿元 希望今年底前就能完成签约 产品会以集团盛场的平板杆为主 新唐林亚太电视陈薇雅黄霓峰 台湾台北报道